都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还没正式赴任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就迫不及待地把火伤了起来 最近他在社交网站上大谈国防部部长人选 称赞詹姆斯·马蒂斯是将军中的将军 外媒纷纷揣测特朗普很有可能 任命军方强硬派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 并为他算了笔账 如果要兑现竞选时的扩军承诺 需要增加军费2500到3000亿美元 这比日本和英国的全年军费开支都要多 届时美军总兵力将会增加16万人 并增够100架战机 78艘战舰和潜艇 而同时特朗普又发布视频称 将于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TPP 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长部分 TPP此前的重要性不严 如此一来 小伙伴们搞不懂了 特朗普在竞选时一面声称 反对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 一面又要扩充军备 任命强硬派单轮国防部长 美军战略重心到底会不会真有调整 从这种人事布局确实可以揣摩未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安全战略方面的走向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不是有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有的 有一位叫多拉的朋友 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不妨来解答一下 他说为什么特朗普一边要任命强硬派国防部长 扩军备增军费 一边又高喊撤出亚太 是不是欲行故纵呢 这新增军费将用到哪里呢 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问题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那继续就请李莉 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还不太赞同 就是我们把特朗普目前的所谓的这个国防政策 理解为是美国的战略收缩 我现在呢 我觉得完全得不出这个结论 而且呢 我们也不能得出就是特朗普目前就是要从亚太撤走 TPP本身它的中断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在亚太不在这个地方留下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未来呢 可以预测的这个玄机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从我现在的感觉来讲呢 我觉得特朗普目前对于美军的政策呢 它是一个重建美军 也就是把过去他认定的奥巴马时代美军的空心化 他认为过去的美军的实力是削弱的 那么在他这个年代呢 通过大幅的增加军费 现在呢达成美军的重新的崛起 所以说他的概念叫做重建美军 那么这个3000亿呢 很重要的就是为期四年 他准备呢 一个是增加军额 就是增加元额 比如说16万人 这个16万人呢 其中6万是陆军 1.2万的是海军战队 那么还有呢 其他就是海军空军 都是要扩军的 那么这个是首先呢 第一个趋势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装备会大幅增加 比如说再造100架的新型战机 78艘的包括舰艇 包括潜艇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如果简单地做一个概念 我们就会明白 它不可能完全地放在美国本土 你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装备 势必它要向全球扩散 而这个扩散有可能在亚太 有可能在中东 也可能在欧洲 所以未来呢 应该说整个它目前的政策 就是要美军要帅倒没朋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强大到 没有任何人敢挑战美军的霸权 我觉得这个呢 才是我们理解 特朗普未来所规划的 美军的全部的含义 嗯